哈啰 各位观众你们好 欢迎收看《生活好之在》第二季 我是你们的主持人 我是令玲玉 那上一季就有美心带你们 全马走透透去体验各种 不同好玩 刺激的游戏 对不对 所以这次就由我来接下这个棒子 带你们去找更多好玩的地方 还有更多好玩的游戏 出发咯 带你来 终于到了 让我松一松筋骨先 我刚才嫁了应该差不多有一个 五六个小时吧 终于到了Sinar Eco Resort 耶 Sinar Eco度假村位于柔佛州的Pekananas 营业资金虽然只有七个月 但已经广为人资了 怀着好奇心 我终于到了这座隐藏在游中园里面的度假村 原来里面竟然有着多种有趣的活动 让游客放松心情之外 又可以接近大自然 绝对是度假的好去处 活动就包括了骑马 射箭 ATV 和足法 在度假村里面逛了一圈 美丽的风景搭配有趣的活动 我的运动细胞都在瞬间被唤醒了 事不宜辞 让我们一一挑战吧 我手上有这个鞭子 还有这个Cowboy帽 我今天的第一项任务就是来骑马 所以今天呢我是要正式过来找我的白马王子 在我找我的白马王子之前呢 我要先跟他洗刷 说到白马王子 说到白马王子 当然是要 啪啪啪啪的啦 我现在呢就要为他洗澡先 工作人员说 清理马儿最重要的事呢 就是要清理马蹄 不然马蹄容易出现溃烂的状况 先轻轻地把马蹄抬起来 以提勾将内部的杂物清除 再以提刷 清理干净就可以了 小鞭子 小鞭子 你爽吗 等一下你骑我乖乖 好吗 我也不知我骑你 刷 我可以刷 小鞭子 等一下你开心吗 我来帮你刷着屁股 所以要刷完全身 对啦 你看 我很有才能 我可以去帮人家洗马 原来啊 马也有马专用的洗地剂 以洗地剂将马的身体 都刷一遍之后 再以清水入浴 接着呢 使用马疏 来疏离马身上的毛发 最后按上马鞭及肚带 也就大功告成 据了解 跟马儿的互动 可以培养骑士与马之间的默契喔 我相信 经过刚刚的清理过程 白马王子应该感受 我对他的爱意啦 接下来呢 当然就是考验 我们默契的时候啦 超级好男孩 乖 其实坐在这边 上面很舒服耶 我终于明白 为什么他们会喜欢骑马 看得出来的吗 他的那个心情 那位马如果他心情很好 他就摇他的尾巴 你看他的尾巴 一直摇上摇下 他就觉得很开心 因为他找到他的公主啦 我是他的公主 这个是我第一次骑马 马我是看得多 可是我遇到我的白马王子的时候 他是非常温馨的 骑在他的上面的时候 是感觉到非常的安心 因为我觉得马他们其实是感应得到的 如果你跟他说话 你疼他的话 他其实是感受到的 他的耳朵是向前的 向前的话代表他其实是开心 我现在要自己带白马王子去走一圈了 做好运 走吧白马王子 耶 你看他听得懂耶 马儿呢 在行走或小跑时 背上的起伏大 所以要坐稳马鞍 除此之外 马儿对气味也是非常非常敏感的啊 骑士上马之前 千万不可以使用香水 否则很可能就会遭到马儿衰落 其实马是非常温馨的动物 只要用心观察他们的性格和状态 就能更好地掌握骑马之道哦 OK 耶 你懂停耶 谢谢你 Super 所以我的任务算是挑战成功吗 成功 Super 过你的打脸 谢谢你 任务挑战成功哦 我再摆一把 王子 又到了DIY的时间 那今天我们要做什么 我们要做铅笔盒 那我们今天要用的呢 就是 装饭 拉链 剪刀 刀片 还有 链杆 把这边 大概是四分之三 把它切开来 开了一个小缝之后呢 你就可以把剪刀给塞进去了 好 这边是差不多四分之三 那我们这边用四分之一就好了 就是后半部这边 那如果你们想要用不同颜色的水平呢 也可以 根据你们自己的喜好啦 现在呢 我们就要加上拉链 首先呢 你要把这个拉链先拉开 因为这个拉链其实有一点过长了 所以呢 我会将过长的长度给它剪掉 中间我会用 glue 跟它们粘起来 拉的时候就不会跑出去了 粘的时候那个中间拉链的部分 要留一些小空间 不然你在拉拉链的时候 它可能就会一直卡着 那你还是要把多出来的拉链剪掉 我们可以来试试看拉一下 我的塑胶签笔盒终于完成了 那如果你觉得这样子太单调的话 其实你可以用其他不同的颜色笔 还是贴纸都可以用来点缀它 完成啦 体验了鱼马儿打交道的路去后 我决定挑战自己的极限 尝试射箭运动 Let's go So let's start 来 好 好 好 我开始了 我的目标是黄色 我开始了 我的目标是黄色 好 这个是黄色的鱼鱼 那是黄色的吗 黄色的鱼鱼 你们不要看好像拉拉拉 这样很简单 可是其实很难的耶 这边的力要很够 好 像这个鱼鱼 那是黄色的鱼鱼 那是黄色的鱼鱼 刚才为什么呢 是我手震吗 应该是我的站直 OK 射箭其实我之前有做过 可是已经太久了 我应该是有四年没有动过射箭了吧 我以为自己还没有生疏 结果我就让自己设定了一个目标 就是一定要第一箭就拿到第三分 结果我就第一箭就不知道飞去哪里 有一点不好意思 有一点尴尬 其实这样子 射箭前必须先做好防护措施 厂内一般都会提供护臂的装备 将护子装备带在食指 中指和无名指上 就能够保护手指在拉线时 不被磨伤而护臂装备 除了保护手臂不被剑划伤之外 还能加强单手磁弓的支撑力呢 当然射箭的姿势也是非常讲究的 首先身体要侧着面对箭把 接着举起弓利用瞄准器 对准目标放箭 箭就会顺利发射啦 箭术的积分方式是以射中的位置来计算 设计成圆形的剑把 最外圈的分数为0分 所以想要得到10分满分 自然就得瞄准最内那一圈啦 这么我的人生是一个笑话 林律 加油 好 来 太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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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色 我们又卖前一步了 太好了 我拿到了 蓝色是5分 所以我要挑战更多 我希望可以拿到8分 太好了 那个是吗 太好了 我拿到9分 我拿到9分 哈哈 黄天不复有心任务终于成功啦 虽然累计的分数没有很高 但是对我而言 已经算是非常好的成绩了 她看似很简单 可是 其实她要用蛮多的力量 因为你在射箭的时候 你的左手你一定要直 你不能让她玩 做完那项任务的时候 我的手其实有抽筋了一下下这样子 进去 我马上去做一切 我向下的颜色 它是沙址 你也可以摆沙址 砂橘 砂橘 當然你不能摆沙 我马上去做一切 很简直 第一个你看到 你现在是颜色的 这个是正确的 这是平静 然后这个是重量的 所以你把它放在轴上 然后你把它押上鞋 然后你押上鞋 然后这个是你 所以你把鞋前面 你把鞋背后 你把油在这里 所以当你把2D 押上鞋 然后你押上鞋 你会移动 所以我可以开始移动 快点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是我第一次身上是沾满泥土的 可是很好玩 因为我觉得如果你不 不 ATV的操作如同摩托车 靠着摇动车把来控制方向 看似简单 但其实一点都不容易 虽然这已经不是第一次骑ATV了 不过我却有了不一样的体验 刚刚下过雨的路上 都是泥泞和坑洞 除了车把难以控制之外 骑在车上的感觉 也非常地摇晃 闯过寄水处还被剑了一身泥泥 你看 我全身都是土 我觉得这个ATV可能我们看到的时候 可能在电视台是什么 我们觉得它是一个非常刺激的游戏 可是我觉得它非常安全 非常好玩 我们下一个我们去玩这个 这个好像更快 说到巴以 它结合了ATV及汽车的特点 拥有开放式的车身结构 为求坚固耐脏 巴以的驾驶方式 同样以驾驶盘 油门及刹刺器来操作 在速度上巴以略胜ATV可达到210速 不过 少了动力辅助器的驾驶盆 转动起来可是相当的费力 Mr.Kuland担心毫无经验的我 会无法控制车速 决定陪我上场 哇 这个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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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速度比较更轻 这个速度比较更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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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快速 我太快了 我太 不用了 我非常抱歉 这个速度比较更快 我最后就要在睡觉 我后来坐ッ 器车速度比较更快 因为它的驾驶宽度 而且它和ATV不一样的东西 就是它的速度 因为它的驾驶宽度不高 我不像ATV这样一转一点 它就去到很左 你要转到很右 它才可以去到很右这样子 可是那边有一点难控制 就是每次会撞到旁边的那个打压 可是第二个转之后 我适应了就还蛮不错 刚才呢我们就用了塑胶水瓶 做了这个铅笔盒 现在呢我要教你们用塑胶水瓶 来做礼物盒 那这个礼物盒也蛮小的 它应该只能放比较小巧的小克力 然后如果男朋友还是女朋友 想要送给对方的话 你们就可以参考 我们需要的只是一个塑胶水瓶 剪刀 还有彩带 只需要在它的正中间 用剪刀把它剪开来 你其实是要剪一个U形出来 然后U形 再U形这样子 你会剪出这样的形状 所以它大概是这样子的 因为等一下你要叠下去 这样 现在我们就可以把巧克力啊 放进去 装好了之后 你就可以这样叠下来 然后中间呢 你可以用Blue把它贴紧 看你要装多少啊 还是看你的瓶子 因为如果你不用这个小的话 你其实可以用那种大型的 它就可以放比较多 最后一个步骤就是把它彩带 绑在礼物盒上 之后呢 再绑上一个漂亮的蝴蝶结 你就可以把这份礼物 送给你的另一半了 我相信它看到的时候 应该是很开心 因为我觉得礼物啊 不是用钱来衡量的 而是心意 你看是不是很像苹果 清苹果 你就可以把这份礼物啊 送给你身边 你想要送的人 是不是很可爱 叹叹 苹果巧克力 完成啦 好 先生 先生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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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我去做的一种礼物吗 没有 我们要去做的一种礼物 这个一种礼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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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但是你必须给我示唬 没问题 好 来吧 我们来吧 近近流淌的苹果 已经被打造成安全的水道 让游客们可以安心地划船 所谓的船呢 其实就是度假村采用废物利用的形式 将竹材及人造格塑料 混杂成四种不同大小的竹法 而我选择的竹法虽然是当中最小 却需要高难度的划船技巧 所幸 Mr Koolen 愿意与我搭档划 我还是第一次用橘子划 所以这枕枝要插下去先 动到土地然后再把它推 是 我们完成了 是 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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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没有触到土地 我在滑的时候呢 它不是用那种普通的pedal 我用的是Bamboo 它是圆的 那圆的我要怎么去滑呢 而且那艘船就我和Koolen两个人 我就在想 蛤可以吗 可是Koolen跟我说 你只需要把那个Bamboo 插在那个地上 然后再往前推 是蛮消耗体力啦 可是其实没有我想象中这么难 那 prone 什么呢 更也倍ов学在这种 这种 这种 针针是解开 水 针针针灯 水 ł 针销 他会 nimmt 细再扫 多 lod 屡 现在 可以在 portion Owen 我们游家 Generation 当中国度 bakik b 现在还可以吗 现在还可以 我认为只要弄它一会儿 我们在这里 哦 这是个鸟的洞 但是我认为这不是那些饮食的 饮食的 哦 好的 因为它是製成砂 而不是它们的泡沫 对 我们有经过一条桥 在那条桥的下面 我们看到一些鸟的洞 就是鸟巢 所以我们经过的时候 我们就要滴一下来 然后看到一些鸟的荞 因为还蛮特别的 看起来 谢谢 哦 看到了鸟 是的 这儿在背后 我只是想去家 有孩子在洞 我认为我们已经可以回家了 我们已经准备了 我们可以看起来 一个大饭的饮食 这个比较困难 竹筏挑战让我体会到了 生活的朴实与简单 竹筏轻轻地划过河面 两岸安静地只剩下竹膏 直到在起落前发出的响声 远离了城市的喧嚣 我享受着大自然带来的安宁 烦恼瞬间 都抛上了九霄云外了 没关系 我请不吝点赞 讯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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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享受我的浪漫的愿望 整天下来我觉得他们非常体贴 他们就配合我和Shanke 我们就选了一首歌叫做《最浪漫的事》 只要我讲你就记住不忘 Shanke 我之前有跟Shanke 练习几次了 可是我觉得其实我还没有达到 他的那个水准 因为我是一个非常容易忘词的人 我又一直上不到那个音的时候 我就死了 惨了 我在唱的时候我就想 惨了 又唱错歌词了 我的音又上不去 怎么办 休息你的吧 自己本身对唱歌是没有太多的研究 可能唱K的话我还OK 可是要在这么多人面前唱歌 其实还是第一次 而且我一直飙不到那个高音有没有 好惨了 要在这样躲人面前唱歌 我说能不能噢 OK 可是幸福有三个棒了啦 在船上其实那段应该是我最开心的 moment 好吧 在城市的话我们是感觉不到这样子的 这样子的感觉 可是来到这边如果你用心去体会的话 其实它有非常非常多的美好的东西 让你去发觉 所以我会再回来的 我说我们能不能做这个 我看见你 我也要不听 那我看见你 不听 我看见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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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你再看没有 我看见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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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